中共渗透情搜引发抨击 加拿大移民苏斌涉嫌伙同两名中国骇客 窃取美国军方机密 受到FBI的指控 请期三苏斌再次出庭受审 请看新唐人加拿大记者的报道 今天下午被告人苏斌视讯出庭 他身穿一身红色球服 留短发表情严肃 他的太太和一位女性友人到场旁听 那么美国方面已经在上周五 对苏斌提出了引渡申请 被告人苏斌的代表律师Mark Jett表示 美国方面提交的案件记录 相当于引渡申请 加联邦司法部有30天的时间 做出是否受离引渡被告到加州受审的决定 如果加国方面拒绝美国的引渡申请 苏斌将会被释放 卑诗省高院将于下个月24号再次开庭 被告人苏斌现年48岁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指控 他与两名中国黑客 共同盗取美国波音公司先进战斗机的大量机密文件 再转卖给中国航空企业 今年6月28号 苏斌在加拿大卑诗省列治文市被捕 7月23号 卑诗高等法院驳回了他的保释请求 新台人记者李元熙 本国华报道